Hello 大家好 我是曹沛 大家看到这一个画面就知道 今天又要分享一些非常划算的车员给到大家了 以下的车型 我们大家是帮买的同事 是做过这些案例的 这个价格是真实的 只不过因为最近的车价 尤其这种优惠的轻窗的车价的浮动非常大 所以如果你对以下的车有兴趣的话 赶快联系他们 这个价格可能会有一点点上浮或者下探的 不一定 但是不会偏离太多 而且这些车型确实是可以做到的 第一款推荐给大家是来自丰田的威萨 这款车以前有一个高级亲戚叫做Venza 那个时候进口车型可以卖到十十多万的高级车 但现在国产之后是保留了这个名字 同时样子看起来是有点像雷克萨斯的 所以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台精装版的荣放这个样子 不过这台车因为卖的不是太好 其实现在整一个这种油管的SUV卖的都不是太好 所以价格非常优惠 我们帮买的同事最新是找到一批二三款的车员 就是老款在轻库存的车员 最大的优惠可以做到八万的 所以如果是买它的两驱豪华版 也就是指导价二十四万六千八那一款的话 优惠之后的进车价大概就十六万多的样子 然后加上购置税保险什么的不用二十万就可以落地开走了 那当然了这个配置它是入门配置 所以呢具体的一些舒适功能跟配置呢基本上是没有的 但你就想想用这个价格就可以买到Venza这台车就已经是足够了 这个这是这台车最大的一个卖点了 第二款呢是大家很熟悉的两兄弟了 来自本田的CRV还有浩尹 那这两台车换代之后呢是有PHV的版本的 不过如果你是家里没有充电桩 或者你觉得一年开的里程都不是很多的话 那其实买一个HEV的就普通油混的版本呢 会更加的划算一点 而且电池也不会占用到你伪效的空间更灵活一点 那CRV跟浩尹呢 我们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车员都是它的入门车型 也就是十九万九千九的那一个混合动力的入门车型 两边的优惠其实差不多 CRV呢是二三款的车型 优惠四万六 那就是进车价十五万四千 而浩尹呢是二四款的入门车型都有优惠了 优惠四万五稍微的少了一千 那所以车价呢到最后是十五万五的 其实两款车型无论是二三款也好 二四款也好啊 配置基本上是一样的 只不过就是广本这边的浩尹呢 因为说是二四款嘛 那所以你买回去的时候可能感觉更好一点 而CRV东本那边呢就是二三款的老款呢 你可能会感觉这个车 好像就在仓库里面的时间更长一点 但实际上是差不多的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是希望买到一个纯学的CRV的话 那肯定是东本的那个版本了 那如果大家觉得还是广本这个 虽然名字不叫CRV 但是样子好看一点 而且我更加相信广本的这个质量的话呢 那就是买浩尹 那这两台车跟刚才提到的VSR 其实状况是一样的 他们都是入门车型 那所以配置呢 也是没有什么舒适配置的 这两款车主打的就是一个非常的稳定跟实用 因为CRV这个系列卖了那么长的时间呢 其实可以看到它的质量是非常稳定的 包括他们这一套混动系统呢 也是相当的耐用跟可靠的 那所以大家如果想买一台车 简简单单代步的话呢 可以考虑一下这两兄弟 如果大家觉得刚才那几款车都太栽了啊 家用不合适的话 接下来这个适合你啊 来自日产的齐骏Epower 齐骏Epower本身的配置呢 就相当高了 一方面它是前后双电机四驱的啊 对别的品牌的这个价格的混动SUV呢 都是两驱的 唯独是齐骏可以做到四驱 而且呢 它本身两个配置都是比较高配置的 关键是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呢 就是顶配车型 原价19万9千9的那一款 那现在呢 它能够做到3万2的优惠 也就是说进车价也是16万多 落地价呢 也是不到20万的 你就可以买到一台四驱的 Epower的 高配的啊 这个配置包括什么呢 电动尾门啊 可以上网的车机啊 甚至说那个L2的辅助价系统啊 全部配置都有了 这台车买回去加油呢 完全没有问题啊 最后压轴的两款车型 也是两兄弟是来自丰田的Rodford融放 还有威兰达这两兄弟 这两款车因为优惠也是给它很大的 所以呢 我们找到了入门的第二档车型 那个Plus车型 而且本身丰田在这两款车上面给到的舒适配置 跟安全配置也是比较大方的 那所以这两款车呢 虽然不是中配或者高配啊 但实际上买回去 你能获得的用车体验跟享受呢 至少不会比日产齐骏的Epower差太多的 先说荣放吧 荣放我们找到的是二三款的那个Plus车型 那指导价呢 是23万2800的 现在呢 优惠大概在26万2000左右 也就是说这个车价在17万左右的 那这款车呢 好的是里面呢 就会有一个车机 有一个多媒体可以上网的车机 还有手机无线充电 天窗这些当然也会有的了 而广丰那边呢 也是二三款的啊 因为新款车型的优惠现在还没有那么大 它是二三款的威兰达 那指导价呢 跟一丰的那个荣放是差不多 广丰这边是23万1800 指导价便宜的1000块 但是呢 它的实际终端优惠是大了很多 可以做到7万8的 我们之前找过一次 那7万8之后呢 它的车价实际上就15万4千了 那比起ROG4荣放呢 要便宜了1万多的样子 他们都是有全套的 丰田的TSS 这个Airworld辅助驾驶系统的 同时呢 也会有全备的气囊 因为丰田在安全这一块呢 真的是全系列都给你配权的 所以这两款车呢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去挑一下 好了 今天推荐给大家这几款呢 都是日系的油混的SUV 因为在普通的油混技术领域呢 确实是两田跟一产 他们是用的时间最长最稳定的啊 那当然市面上现在也有很多 我们别的品牌 包括中国品牌 也有这种上蓝牌的油混的SUV 就比如说 马自达CS50行野啊 富特的瑞杰L啊 中国品牌的东风风尘的浩瀚啊 还有我们广州这边的传奇GS8啊 都会有这种油混车型 只不过呢那些车型现在的中端优惠 不是那么的吸引 所以今天呢就不推荐给大家了 但是如果大家有这个需求的话呢 也可以告诉我啊 我可以帮大家去挖一下的 或者说大家如果对于别的价格带 或者别的一些车型 比如说轿车啊 MPV啊 有什么需求的话呢 也可以告诉我啊 因为现在的车型的优惠真的非常大 有一些可能你以前觉得很贵的车型 实际上现在成交价呢 可能刚好就落在你的这个预算区间里面的 所以真的大胆告诉我 我会大胆的帮你们挖出来的 在行情以外 如果大家对于买车选车用车 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也可以上小程序搜索大家车 在里面的车问那个板块呢 向我提出你的问题 我会一对一的回答大家问题的 那我是小贝 今天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回再分享这些优惠情报 下回见了 拜拜 看完视频对这台车有更多问题 想向我们提问的小伙伴们 欢迎在小程序搜索大家车 在首页点击选车 就可以一对一找我们提问啦